哈喽各位全英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8月26号礼拜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民当家 我是尤 台北股市今天上涨75点 有没有发现才经过短短的四个交易日 不得了 这个盘越走越稳越走越强 好啊 重点是你看到指数 已经把这个上礼拜四的长黑 可以完全收复起来 但是对你而言有什么意义呢 重点还是在选股票上面嘛 那今天有一个好的现象 就是我们上跪的股票 上跪指数今天涨幅明显大于上市嘛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的是内资有信心 又回头来进行这个买超的动作了 所以今天小型股特别强 来给我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 好 那我们看今天的主题就是跟大家分享 小股当家 共襄盛举 有没有我们看到之前上礼拜四突然有个利空洗盘 这个很多人股票被洗掉了 被洗掉之后 其实大盘上市的股票没事 又往上冲 没有被利空所拖累 当然被洗掉的这些 发现这个指数又重新收复上面长黑K的最高点之后 他就想完蛋了怎么办 他马上陷入了这个抉择的困境 他就只能够再买回来 可是有更多人他才刚卖掉而已 他内心想的是什么 内心想的是这个盘要崩了 这个盘要跌了 他怎么可能才刚卖掉又立刻买回来 而且又是买在更高的位置 你自己想那个情境 上礼拜四砍在这个阿呆股的 你有可能这时候买回来 所以一时间转不回来 好 但是我想你如果选择的股票 跟我们的股票是一样的 是低位阶的 是这个刚刚起涨的 你不会有这种问题 因为我今天仔细的这样子观察 我们手上的一些加入成员的股票 库存的股票 每一档都是呈现一个多头排列 多头格局的股票 而且都非常的漂亮 而且这个后面都有一些 政府政策支持的利多 或者是目前的趋势的 站在这个趋势的让头上 好 那我们首先再回到看一下这个大盘 大盘今天很明显的 上涨加速是606加 上市的部分下跌379 今天的架构就跟昨天完全不一样 今天的架构 这个上涨的就很明显很强 那上市的部分涨停有24加 你看光是上市涨停板就24加 上柜这个跌停就一加 停盘122加 也就是说大部分股票都是涨的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库存里面 也是一面全部都是涨的 都是红的 好 当然有一两档 少数一两档 他是一个小黑 那是因为之前是比较强势的 好 那今天你记一下这个数字 上市是涨0.59%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上柜 上柜是涨1.25 不好意思 先看上柜 你看上柜跟上市差别在哪里 上柜小型股那支 上礼拜四的时候 他是直接跌破季线 5日10日20日季线全部一天跌破 大家都吓坏了 但是产生这个因素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均衍的利空 所以均衍的利空我们那时候怎么讲 我说政治利空 他不是经济因素的 这种利空会很短暂 一下子就过去了 一下子就过去了 可是一大票人被吓坏了 但是你今天回头来看 全部又站上所有的均线之上 非常非常强 当时我说人弃我取 没有人相信啊 跌停板谁敢买 好 你看一下哦 上市的部分 上市有一个小问题啊 虽然上市比上柜强 你仔细看 为什么我说上市比上柜强 你怎么观察的 上市一度跌620点 最深的时候 可是你仔细看一下 下面那条黄色的线是什么 是纪线 上市他没有跌破纪线 上柜他跌破纪线 所以今天的反弹 虽然你看起来上柜好像很强 而实际上上市才是比较强的 因为上市他根本也没有跌破纪线 他反弹也是一样收回所有的均线之上 缺点在哪里 成交量 你仔细看下下面成交量 他是萎缩的 也就是说价涨量缩 为什么这样子 我刚好提过了 卖在上礼拜四阿呆股的人 今天他敢买回来吗 完全收复了又过高了 才刚卖掉他敢买回来吗 不敢吗 所以交头就会比较冷清一点点 他这个量就缩了 这很正常 好 那再来我说要如何观察 接下来反正你每天你都是要看一个重点 台币 你看今天开盘29.51 就是比较贬值 红色的29.51到两点半来到29.352 收29 两点半是29.355 很明显的又往下 往下就是升值 钱还是持续汇进 而且台湾目前的资金是非常的充沛 来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说资金很充沛 证券划波余额 就是一般投资朋友放在这个户头 准备要买股票的 或者是你股票卖掉 会先流入到证券划波余额的这个户头 他连续9个月都创新高 代表什么意思 钱很多都一直在里面 进进出出的 但最后面你就是放在这个户头面 等于说你随时随地是准备要买股票的 再来 每年八九月份不是除全息 要发现金鼓励 当然外资拿到很大一部分的现金鼓励 一般的投资朋友也拿到很多的现金鼓励 有高达上兆元的现金鼓励 会流进来 你看台北股市有这么多的资金 再投入你拿到你这个有些很多人这个定时定额 或者说长期存股的你拿到股力之后 你会怎么样 你会再买 你会再买 因为他就是呈现一个持续的流入 持续的买进 特别是金融股的部分 这种现象特别明显 那再来为什么台币一直走强 除了外资汇进来以外 台商的资金 惠于返向 美中贸易大战 可见得在这个川普 就算他没有选上总统好了 那当然选上总统 这个美中贸易战 这个还是会持续 那就算他没有选上 就算是拜登上好了 其实美中的关系还是呈现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这个台湾的厂商 他们大陆那边的厂房 你有没有发现陆续最近比如说像可城 陆陆续续很多的公司都把大陆的厂房 生产线就是卖掉 卖掉为什么那些钱就流回台湾 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些钱流回台湾 有一部分去买土地盖厂房 有一部分就投资房地产 所以你有发现到最近房地产 这个营业测验气候的景气 我们看到这个房地产从2015年2016年 有在买卖房子的人应该都非常清楚 我自己是印象非常深刻 20152016房子就建高点 到现在5年的时间了 已经修正一段时间了 整理好久了 刚好搭上这一波鲑鱼返乡 这个台商的钱回来 所以你看到最近电视上有广告 什么找一些什么台商 或是什么企业主 来当做这个代言人 说他买了什么房子 什么建材用的很好 等等之类的 可见我们房地产的景气真的有起来 真的有起来 好那这些钱进来除了买房地产以外 买厂房买设备雇用这个台湾人以外 当然有很大一部分 他也流入我们台湾的股票市场 股票市场 因为他从这个大陆撤资回来之后 他也要想办法找这个投资的去处 好所以上礼拜8月20号 你看那时候在这个盘中 在盘中跌620点 你自己看这个当时所有的LINE 去翻看看LINE或是Telegram 这个频道里面 你去看有谁敢公开讲 跌600多点 大家都觉得说这盘正式要反转 而且当天成交量是创下台北股市 有史以来史上的大量 我竟然还公开跟大家分享 我说股票之道在于人气博取 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是不是在赌 当然不是 我跟大家解释过 当天台币是在升值的 那你说报大量是怎么回事 报大量 第一个当冲比例变高了 所以报大量是正常的 再来是台北股市 现在的3400亿 跟以前的3300亿 3000亿一不一样 不一样 为什么 上市贵的加速变多 波拉远远超过当时的 上市贵公司加速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因为公司加速变多 筹码变多 所以你的成交量 本来在大盘出现一个震荡的时候 加上当冲 以前当冲没有这么盛行 自然而然成交量会放大 所以你不能用同样的绝对数字 来看过去不同 过去跟现在不同的时空 不能以偏概全 全部都是把它当成是一样来看 重点是你要知道资金的流向 资金的流向 那还是最真的最准的 而且我们的研判 政治利空 只是一个短暂军演 军演又不是一天到晚在军演 又不是说这次才军演 他常常都在军演 好那再来 所以当天利空 我还跟大家讲 我买什么 没有 跌停 跌停买进 我说 当大家害怕太恐慌的时候 只有我们敢公开的讲 公开的讲 我说跌停买进 当然我当时没有 把这个骨抗名称列出 我只是跟大家讲说 跌停 我们勇敢进行买进 而且我们 家务成员都知道了 那个手机的讯息 你自己翻出来看就知道 8月20号礼拜四 永贯跟广运打到跌停 还敢买 还敢买 很多人都吓死了 好 所以你看 我们当时跟大家分享 说广运 8月20号 我说政治利空 这是机会 市价买进一层 趁打到跌停板买进 好 广运 昨天涨停板 没错吧 昨天涨停板 创新高 而且昨天是一架 锁到底 开盘没多久 就涨停 一架锁到底 今天冲高 投资朋友在干嘛 一定又很兴奋 又想要当充了 我们做的动作不一样 别人不要的时候 别人 跌停板 别人要的时候 我们去买 昨天涨停 我们没卖 今天冲高 有些人就想要进去当充了 我们做什么动作 就送他 就送他 我没有卖在最高 因为我们打讯息需要时间 这个讯息收到我们教育成员手上 我们要算他三分钟的时间 让他做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没有卖在最高 但是你看收盘 是不是收在相对的低点 还翻黑 还翻黑 好 冲高拉回 你自己看 我看这个投资朋友 就是好可爱 这个昨天 在我们这个影片下方留言 他还问我们说 这个股票 为什么他有加LINE群组 有加Telegram频道 为什么没有看到 我们所说的 全部会员的讯息 真的蛮可爱的 其实这个讯息是 你有加入我们家族成员 有参加我们的顾问服务 你才会收到这个讯息 因为我们金管会的规定 你对不特定人 比如像我们现在这个节目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有谁在看 所以对不特定人 我们不能直接的给他这个建议 所以我说留言 你那要问我能够回答的 好 那这个讯息只是为了要证明 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是真的有做这个动作 是我们加入成员讯息 上面有时间 然后上面有这个手机号码 就是这个简讯系统的这个号码 你们自己都可以去看 自己都可以去查 好 当然你看到这个地方 我说今天有没有波段的获利 8月7号 复兴节的前一天 礼拜五 我说五星级的天好运 天好运一星级 但是我们这只股票 有没有让大家有五星级的感觉 有吗 今天已经涨40%了 我说上礼拜是我们跌挺还买 我说我们的胆势 真的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也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但是我们今天趁冲高 我们再卖一半的股票 这张股票我们来来回回 做好几次的一个价差了 所以我们今天再卖一半给他 你看尾盘 收最低 收最低 好 所以五星级的天好运 所以我说这个操作节奏 真的很重要 8月7号上去 当时都没有利多 你看今天最近这个法说会 然后电视新闻非凡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看到 有利多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动作 颠倒 颠倒 好 再来 VIP专属 这个时间剩一点点 好我加快速度 VIP专属 这个8月19号 我们给大家看过 这档股票 竟然还有投资朋友在留言下方问我说 这档股票可不可以报 当然我都跟你讲VIP专属了 后来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有人会去问 因为我们小帮手 有跟我们这个交流成员 或者说有一些 这个想要参加我们交流成员的 这个好朋友们 直接跟他讲说这是什么股票 因为你有去问 那我们这个小帮手他就直接讲了 好 那当然了 我们是保持的秘密 保持的秘密 当天是直接供到掌停板 8月19号的时候 好 你自己看一下 今天又供到掌停板 而且你看这掌停 我们今天没有买 我们今天没有买 这不是我们拉的 这不是我们拉的 是他自然的力量 直接供上去的 直接供上去的 确实你看VIP 有些人问说 这到底能不能续报 我们会让VIP交流成员 买这样的股票 一定有我们的原因 一定有我们的道理 一定有好东西 业绩已经开始慢慢的浮现 好 所以当然目前为止还是不开牌 还是保持秘密 今天又涨停了 好 那我想其实看懂趋势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做股票 我们的方向 就是说你如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有没有 你是不是可以看比较远 你如果自己站在地上这样看 你看不远 那你可以爬高一点 或站在巨人肩膀上 你就可以看得跟巨人一样远 所以你看得懂这个趋势之后 除了看懂趋势 趋势我们现在就要跟大家报告 影片就跟大家讲 我们之前讲再生能源 你知道这个趋势是未来方向 可是你要勇敢进场 也要勇敢进场 所以我说巨人的肩膀 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站的 不是每个人都能站的 好 那再来今天我们跟大家报告一档标的 就是说假设你错过广运了 又错过再生能源了 错过太阳能 风力发电 错过广定 我们定海神针 涨60% 涨60% 我们赚60%了 好 这个除能商机 也错过我们VIP专属股票 这只股票今天开盘震荡 我们进场做一个买进 我家机不可施 为什么 我们刚刚提到 站在巨人的肩膀 他是不是突破 突破的紧线 突破向上趋势线 而且这个法说会 昨天办法说 讲得很不错 那你自己看一下 什么叫站在巨人肩膀上 特殊筹码 特殊筹码 有大户在买 而且越买越急 越吃越凶 这样子股票 你买进去 你会担心吗 你的章数有比别人买得多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叫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因为已经有人在里面了 他撑住 你不用担心说 这个地方买进之后 人家会立刻到货 不会 他才刚刚开始买而已 就像广运一样 但是广运现在筹码 已经开始有点 有点比较凌乱一点点 所以我们有稍稍做个调节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 别人在抢 想要当充 我们反而卖给他 我们反而卖给他 好了 所以再次强调 左手边的 这讲很多次了 左手边的 高位阶的 涨很多的 有在盘头的 你要比开 尽量往右手边靠近 尤其是第三季 产业前景很好 财报数字很好 例如什么 航运股 航运股 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我们跟大家分享长荣行 长荣行 你有没有发现 长荣海运 2603 长荣海 这个股票 最近投信一直买 而且每天都是1万张 1万张 1万张这样买 这个就是趋势跟方向 好 那再来 我们希望各位投资朋友 不管你有没有加入我们股民当家的顾问会员 我们都希望投资朋友看到我们影片也希望能够赚到钱 但是各位投资朋友一定要了解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会有落差 我们总不可能说因为教育成员他加入我们的参加我们的顾问服务 我们不可能无缝立刻买进就立刻跟大家报告 这样子我们教育成员他会不开心会生气气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让我们教育成员有一个保护的价差在 至少大概涨个一层左右 那我们才会公开 那有些股票我们会持续的盖牌 当然有些股票也不是说像我们今天只有介绍几张股票 也不是说跌了就不讲了 因为时间真的有限 我们不希望把节目时间拉太长 那如果有问题 关于有什么下跌股票 或者手上有什么股票问题 你也可以在影片下方按赞留言 那我们会竭尽所能的来帮各位投资朋友来做一个解答 好的也祝福各位投资朋友 鼓民当家幸福理财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谢谢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